浓油赤酱 筷子一下去它就开始冒油 装装装的 长得真漂亮 来了宝贝 欢迎这种休息时间 我是小太子 今天又吃我妈做了红烧肉 这就是在家的好处 感觉好久没吃肥肉了 咚咚咚的 长得真漂亮 再来一块巨肥的 白花花的都是肥肉 然后再吃素菜 都是几块肉 好吧 我也不知道我能吃几块 反正腻了就不吃 这个好像一个蘑菇丁 瘦肉好难熟 你们刚才吃酸辣土豆丝 还是家常土豆丝 我这是酸辣的 家常的就是 不分醋 会有一点黏黏糊糊糊的那种 又棒了 是什么 就是不是 剛才吃热味 那有东西 别乱放了 想吃飞乐 很早就这样 吃到了 不嫩 吃到 吃着 吃 吃 这个是油麦菜 今天的这个煎蛋 是我自己家公鸡生 恩母鸡生的 所以不能做成糖心的 好香 太香了 太香了 每一块都想给你们看 但其实我知道大可不必 你们可能并不想看 给它加一点灵魂 其实今天倒也不用墨唇油 直接吃块肉 我在这几块了 没关系都是油 吃饱了 这里还有一颗蒜 怎么办 只能再吃一块肉 光吃肉好像有点 再去加一口饭吧 OK哈 今天的肉 稍微有点瘦了 真爽 让我的平面区 充满肉味吧 全都是油 在嘴里跳舞 OK哈 不要忘了油美食请在评论区大方的秀出来 也不要忘了给本期视频点个赞点的收藏 在忙在那里 记得按时吃饭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